我们修行失败就是败在寻找新鲜感 寻找新鲜感就优如寻找寻找欢乐 你每天都在寻找欢乐对吗 我们每天寻找欢乐对吗 今天这个欢乐 明天那个欢乐 每天叫你同一个欢乐 你也不欢乐 也不会高兴 也不会幸福 所以我们真正的是要修 就是要怎么样 舍弃痛苦恼跟舍弃欢乐 我们接受我们是会这样 我们会想说要欢乐 要这个要怎么样 对吗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呢 要修行 就是要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人会不会累 会 人会不会觉得厌倦 会 人会不会觉得哎呀又是这个 会 所以什么叫做 寺庙的师兄弟一定要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你想想看 OK 就是因为我们人会有上下飘 不定 那如果是这样 今天 你就帮你今天 你今天 联花生大事是我们的祖师爷 明天 你就可以拜另外一个师父做祖师爷了 因为你厌倦了 后天又变成 今天是这个宗教 那个是那天 那个宗教 所以其实我们世人所做的东西 是什么样呢 其实 正在利用很多东西来寻找得到自己的内心的欢乐 所以我们自己的修行 所以很多人讲说 哎呀又是做同一个功课 很闷 所以我跟你讲 东西不是说多跟大 东西就像树要懂得 它的根要长得深 对吗 很多人可以做 很多东西做得很漂亮很美 可是根不深 你可以请 可以请这个师父 请那个师父 什么都来做都可以 可是我们的根 一定要深 OK 所以 当我们讲说 根深的时候 就是 开始 我们每天归一 这个每天归一 为什么 要归一到几时 就是归一到 我们要归一佛 每天归一佛 归一到 我跟佛 跟众生 是没有区别 当佛与众生 跟我 已经没有分 有我 有佛 有众生的时候 三界合一的时候 你就不用归一了 你已经成佛了